高雄三民區一名陳姓里長 悲鳴女子指控 去年開始就不斷的 以臉書通訊軟體傳訊息說 想認識要約吃飯 女子不堪其擾告上法院 陳姓里長呢 因此被依照違反跟騷法 判拘役30天 而根據了解 這名陳姓里長 在當地其實有過不少爭議 還被李明曾經指控 他耍官微 你不要針對我 我要辦我女長換你做啦 在會議上大聲搶殺 講到最後這句話 惹怒大家 我背後有很多力量啦 今天如果要督根啦 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去喬啦 他是高雄三民區一名陳姓里長 日前因為社區大樓公共事務 遭李明抨擊耍官微 沒想到如今又傳出 為了追求女子違反跟騷法 判決書指出 42歲陳姓里長 從去年5月開始 就不斷以臉書 LINE通訊軟體傳訊息給一名女子 說想認識約吃飯 還一度邀約參加李明旅遊 雖說感情不勉強 但女子實在不堪騎擾 只好前往報案 而檢方也認為 女子沒回訊息 代表沒意願 最終法官判決陳姓里長 違反跟騷法 判拘議30天 讓我瞭解你 我們出境我也沒出境 我也沒出境 我也沒出境 實際找到陳姓里長 本人則是一桶霧水 正義接二臉山船出當地 李明則是幫忙還雜 沒有救護人 如果真正有 有傷害 沒有傷害 沒有辦法 判決是事實 惹出來的麻煩 恐怕多少都有損形象 這陳真對明告訴我什麼的